封兵香长照服务2.0生活智慧化年度计划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封兵香多数长者家庭也都期盼可以再延续 乡公所和卫福部封兵分院也高度的重视 目前不仅折手向上级提报计划来申办 也初步规划封兵长照模式再升级 要结肠不断让长照服务可以更周延完善 封兵香公所争取获得国发会花东发展基金等计划经费 驿注1500万元 除了是让长者们佩戴智慧手环 健康照护网络平台的设置 以及相关医疗监测系统等等 另外也透过了聘雇健康管理人来提供在地就业机会 我觉得这个机制的话就是说 可以掌握到老人家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总共有750位长者佩戴智慧手环的封兵香 从去年度至今总共11个月期间 累计数据达到了1816万1830笔 而结合远传所提供的远端健康护照管理平台 在地的健康管理人串起整个封兵香15个据点的照护网络 做到了封兵守护圈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明年停东发计划的时候 我们能够一个延续 从1.0版提升到2.0版的这个同时 当然功能一定会比现在能够更好 能够更丰富 能够更多元 能够真正能够是我们在地长者 他们真正的需求 真正被照顾 真正的有感受到 封兵长照2.0智慧化 地方公所执行成效卓助 尤其对于明年度封兵长照模式 在升级的计划愿景 展现高强企图心 卫福部花联分院也将全力协助地方来争取推动 未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扩展到2.0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服务的对象能够更增加 第二个它的功能能够更提升 那配合疫情或是配合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入新的功能 相公所9月份已经提报 111年度花东基金科技与医疗 结合应用于风冰箱社区整合照顾服务计划2.0 延续优化 希望能够持续透过科技来照顾长者健康 记者是玉兰风冰采访报道